第二集 三二一 欢迎来到领东广播电台 我是陈勇佳 你们最好的朋友 你们是否在生活中遇到许多困扰呢 现在只要拨打专线 我们可以为您排忧解难哦 那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来宾 喂 请问是陈永贾先生吗 嗯 请问该怎么称呼您呢 哦 我姓邱 呃 是要称呼您邱同学吗 对 哦 那今天邱同学打电话过来 是有什么烦恼吗 我现在在班上担任环保护照 但是我是被大家逼上来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职位没有什么意义 我到底该怎么办 你们大家信是吗 嗯 其实啊 我之前跟你一样 就是也是被大家推上去 当环保故障 但 我其实也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 甚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没有意义的职位 那本怎么被锁起来了 警衛又把門把他反鎖了 這幹嘛啊 要怎麼回去呢 雖然我常常因為這份工作回不了家 也有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時常在想啊 這份猜事是不是沒有人喜歡做啊 我做這項工作的時候 好像也會麻煩到其他人 不過我最近發現 越來越多人為了這件事情才挺身而出 原來學校又有在重視這件事情 在很多地方做了很多小巧思 像是我們的冷氣啊 都有一級的堅能標章 還有智慧化的溫控系統 增加冷氣效率的循環上 還有多不勝數的感應燈 甚至是在白天也不用開燈 沒有課程的教訓還有資本工作 讓我少了很多工作 這些地方都在守護著我們的生活 以及家園 我們的這些習慣 將成為一道道曙光 使我們不斷往前 以前的我 以為 有一些事情 只能默默去付出 但是 或許我們 並不孤單 有許多人 正在為著一件事情努力 最後 我希望大家可以珍惜現有的自我 只要邁向一步 那你必定會有所收穫 你們 願不願意呢